准备材料有水6000克 冰沙雪泥玉拌粉1000克 将冷水6000克及玉拌粉1000克 放入容器中搅拌均匀至5颗粒状 部分风味与搅拌时会产生一些些的泡泡 或者是搅拌后会有一些颗粒 经过长时间放置下 泡泡会消失颗粒感会溶解 并不会影响成品 将调配好的冰沙雪泥融液 投入透明料槽中 盖上上盖 启动电源开关 进行制冰模式 部分风味本身很有颗粒 其颗粒并不会因为搅拌下而溶解 是要吃颗粒的口感 其颗粒并不会影响成品 雪泥基因弗弦指示器最大值运作30分钟之状态 冰沙雪泥呈现吸吸水水之状态 若想制作黑糖雪泥豆花石 此状态最为合适 运作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之后 即可完成冰沙雪泥 是原料不同 冰沙雪泥成型时间不同 制作好的雪泥冰沙 可以直接品尝 或是搭配水果 奶盖 鲜奶油 豆花 冰淇淋等等 因适量加入冰沙安定剂 不易融化 更能品尝到冰沙雪泥的口感及风味 调配好的容易若未及时投入机态中操作 长时间静置下会有一些些分层的现象 建议使用前再进行搅拌 将底部沉淀中文混合即可 并不会影响操作制成 以螺旋指示器最大值来说 一公斤的冰沙雪泥玉拌粉 可以制作出10-15杯500cc的冰沙雪泥 需使加水量原料不同 及雪泥粗细 所形成的冰沙雪泥产略不同 若想缩短冰沙雪泥制作时间 可将冰沙雪泥融液先调配好 放置冰箱中冷藏 或是将部分的水改成冰块